老师我觉得你除了跟G很有缘之外 你跟100也很有缘 你创造了无数个百万赢家 你推荐给大家的股票 你分享的这个标记胜率也都是百分之百 比如说上个礼拜 我们送给大家的台积电 八金英 开盘的那三档 汉唐洋机工程达新材料 今天全面上涨 还有我们赚报分享的重店族群 今天也是从头到尾 大家都是红通通胜率百分之百 还有你一定知道我们每天都在 围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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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昨天涨停了 今天又再度大涨了7.3% 另外我们金枝玉叶的玉叶 那个世心股王 两天让你赚进快要一根涨停板 还有就是被遗忘的AI那个神机 今天亮灯涨停了 真的这些都已经是往事了 已经不再重要的 现在投资朋友想要知道是什么 是现在的台股到底还会不会继续涨 旁边上还有哪些股票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要怎么样在股票市场上 大赚百万 今天我们特别节目 百万家特讯班 通通跟你分享 无论是好股还是快股 找到好的买点 欧市标主 我是何姬鼎 超过20年的投资经验 翻门研究转折买卖点 从投资分析 选股 到操盘策略 帮你培养财经软实力 掌握赢家思维 投资要获利 记得 订阅 分享 并加我的 LINE AT 就让往事随风 随风 随风 都随风 我心随你 偷 每次都讲好的歌 怎么跟刚才都不会一样 老师我跟你讲 就是要出奇不异 就像我们的台北股市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让你意想不到的状况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事先掌握呢 来首先欢迎大家 收看今天的顶级操盘手 我是不按牌里出牌的德鱼 在我身边是创造了无数百万赢家 我们的何姬鼎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GD老师 我以为你要说 一直用变魔术这个老梗 怎么变成什么童花顺这个老梗 来一直讲 一直讲 讲不停的老梗的老师 我是没关系 因为我说真的是老梗 今天绝对有新梗 今天有新梗吗 对 今天有新梗 因为今天周末 我们还是稍微轻松一点 不要太严肃 我们今天想延续一下 就是百万赢家测讯班 老师我准备好了 来 好 利空不跌 利空不跌 好好好 利空不跌 利空不跌 是买卖卖卖 你看你还 所以真的大家回家好好记住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上次教大家什么 利空不跌就是要买 对 我再稍微再讲一下 再复习一下 为什么 因为其实正常来讲 利多股票应该要干嘛 要涨 利空股票应该会 跌 这是正常合理的状况 那如果在一个不正常的状况 也许 就是大家介入的好机会 比如说像利空的时候 他竟然不跌了 有这么多利空 我认为越重大的利空 越是不跌 就代表说 他已经跌不下去了 他那个支撑有多强 你想想看 利空都没有办法跌了 那不小心出个利多 那还不喷 那这个没天理 所以利空不跌就是最好的进场机会 要买 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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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多 不涨 你利多都不涨了 后面如果不小心有利空 你觉得会被暴跌 对啊 所以就是这样 那这边呢 就跟大家讲 百万家特区观 我常跟大家讲 利空跟利多的一个关系 但是我认为 真正股票好的买点 是利多出来的时候 再买吗 没有 那时候股价都已经喷上去了 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利多股票就是要向上涨 如果利多不涨 你就要小心一点点 看是不是要获利了解 但是你要买股票的话 一定不要等到什么 利多出现的时候 比如说 来 NVIDIA 最好的买点在哪 这其实我讲过 左边左边左边 我们不要说 这一大段上涨 假设你都没跟到 那他在财报公布之前 财报公布之前 财报公布是这一根 他有那个跳空下去的 那个跌的那里 在财报公布之前 大家是不是有点担心 在这边下跌了 对 所以说在财报的利多 如果你认为 他是会利多发布 你就是要在财报 他公布之前 进场去给他买进 而且我记得 在那一根下跌之前一天 你说那一根下跌是哪一根呢 那个你圈起来的 我圈起来 对 我记得在那一天的节目里 之前的那一天 节目里面 老师有跟大家讲 说其实 财报公布前 会有机会 而且在那一周的撰报 老师也有提醒大家 对 没错 我就跟大家分享 你要买在什么时候 买在财报公布之前 你买在财报公布之后 不好意思啦 已经喷了16% 你还敢追吗 不敢 不敢 对 好 再来 你看一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最近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 其实 我有跟大家分享 最近什么事情 PCE PCE 就是昨天晚上的9点半 你看 哇 这股市 这个敏锐度也很高 9点半一公布 2.8% 符合预期 紧喷 直接紧喷 对 那再一次证明 你要买在什么时候 公布前 你要买在公布之前 也就是说 我上礼拜撰报 就一直跟大家分享 在2.8% 廉价之前 星期四 还有一个 PCE要公布 在此之前 你一定会有下跌的买点 让你进场去买 那如果你把握这几天 如果有下跌机会 进场去买的话 你买对股票 其实 从今天开始 你的股票 都是红字了 都是红通通了 然后你就可以抱着 让他一路一路的红 因为趋势 就是向上的 那我们就看一下 稻穷指数 也是稳定的向上 来 昨天PCE公布之后 那个超微 超微不是美超微 是超微 这个翻译 所以我比较喜欢讲个 AMD AMD 好 所以你看 是不是又是在 财报 不是财报 就PCE公布之前 你如果进场买的话 大赚9% 没错 对不对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重点是什么 你要领先市场 提前布局 你一定要领先市场 提前布局 但是我知道 很多人都不敢 很多人不敢 为什么 回答财报公布 会不会好 不知道啊 会怕啊 对啊 大家都会怕 所以我就觉得 很多人的投资观念 要稍微改一下 其实有很多事情 你可以提前 知道的 比如说 我知道有一个解决方法 你只要记得这个ID 小老鼠GD1788 然后把它夹起来 我跟你讲 它每个礼拜天 会公布赚报 然后呢 每天盘前盘中盘后 都有老梗的叮咛的分享 然后我们还会录节目 你知道吗 它会一直 寸寸寸寸寸寸 所以帮它加起来 好不好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这是我们那个 何晶晶你认识吧 哦 好像就是摘下我本人 就是G吗 所以你看哦 不管是 辉达财报公布前的买点 或者是PCE公布前的买点 有没有 都让你事先找知道了 我都是提前讲 等一下 我也会持续跟大家分享 好 所以我们又回到 领先市场提前布局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敢 其实很多事情你提前都知道了 比如说像PCE就是通膨数据 那我也没有持续在节目跟大家分享 油价也没有涨 没有涨 它走空的 对不对 我们那天也跟大家讲 中国的铁矿砂也是跌的 中钢也是不看好钢架的后市 那你说通膨会往上吗 其实你看这些经济数据 你已经都知道了 但是你就是不敢 你缺乏了什么 专业的带领 那个信心 所以我们今天特训班是什么 今天特训的项目是什么 教你如何赚百万 我告诉你 特训的内容 特训的内容 我们今天特训的内容是 唱歌 唱歌 老师唱歌 我每次在节目唱 我真的觉得我都太牺牲 我今天请到一个人 就是交给你唱 而且这次女生的歌 非常适合你 我来起个音 可能我起个音 起两次你可能都唱不出来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 别人怎么说我不理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你太高了啦 我愿意 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我愿意 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我们两个好像都不行 你自己来 这真的要特训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 别人怎么说我不理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我愿意 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我觉得还是怪怪的 好算了 100分 对不对 我怕你再接求我唱一次 最怕你突然说要放弃 爱真的需要勇气 我直接重来 最怕你突然说要放弃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所以你投资没有勇气的 回家欢迎把这首歌学起来 其实我今天跟我的会员讲 因为我今天的会员 也需要我给大家一点勇气 真的哦 来你看一下 我今天怎么跟他讲 他说 他因为要 为什么要 深呼吸 因为我请他买一档很大支的股票 很大支 你懂吗 多大支 就是股价最高的那一支 哦 那他就是要买进的时候 他就一开盘 我现在叫他买嘛 然后他就觉得 因为资金比较大 对啊 不是比较大 是很大 对资金很大 所以呢 我又跟他讲说 你大资金要做大股 哇 他说好 我深吸一口气 但是他也认同我讲的 因为他是大资金 就是要做大股票 对 他也是这样认为 哎呀我也这么觉得 他说 我因为我跟他讲说 你有获利的本钱 为什么 因为你还有获利 对不对 他说谢谢你们 想赚还真需要勇气 对 所以我先要跟大家讲 要勇气 然后我今天就跟他聊聊聊 但是你再来说 我们一起唱 对对对 为什么我今天会有这个特讯 就是我在跟他聊天 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 如果大家想要 一起唱的话 我们就下次来个call in call in call进来 爱真的需要勇气 让大家知道你唱歌有多好听 哈哈哈哈 我们唱不下去 阻止我 都流汗了 对对对 我就说 不然我下次来call in 节目 你call in进来 对 你没有勇气的时候 来来来 你就call in进来 我们一起唱勇气 好不好 所以他真的耶 你看他真的就是跟老师一样 就是我觉得认同老师的想法就是 大资金要做大股 对大资金要做大股 因为坦白说 小资金你要 不要说小资金 我说你如果资金规模比较大的话 你去买一些小股票 坦白说买不多 对 可能买到300万500万极限了 或者是一两百万 有些股票甚至 每一档 每一个tick 只有三张五张的成交量 你说你要 那三张五张成交量就算了 可能又是什么 一张两万的三万的 你说那大资金要买多少 其实那样子的话 对于大资金的来讲 会不好进不好出 对 真的不好进不好出 因为他总不可能全部压 他全部压进去的话 坦白说涨停了 没错 他自己拉 自己拉涨停 那没意思 那他要卖给谁 重点是他拉起来之后 要卖给谁 他怎么赚 他怎么赚 对 所以大资金就是要做大股票 好 其实我为什么说 其实他为什么要 其实他根本就不需要唱勇气 你知道吗 因为他赚了很多 他还买那种大股票 他竟然还需要人家来帮忙 你就知道 其实很多人都需要专业的帮助 你看一下 他赚多少 他就是我们的窗户赢家 窗户赢家 那他可以叫皇帝咯 他是女生 那个皇后 皇后 拜见皇后 对不对 参见皇后 参见皇后 好 那你看一下 他窗户就赚了344万 对 那他赚了344万 去买那一档最大的 最贵的那一档股票 你应该都知道 大家都应该知道是哪一档了吧 还有找哦 还有找哦 还有找对啊 可以重压之外 还有找哦 对对 他去买最贵的那一档 你看 他赚了那么多 都还会怕 所以你看 大部分的人都需要 就是专业的帮忙 需要勇气 好 你看他买哪几档 就是台积电啊 技嘉 其实这个团队成员 我也跟你分享过好几次了 他现在你看一下 他那时候赚的多少 651万 你看这是之前哦 我还没跟你讲 现在了 过去现在未来 过去现在未来 现在你看一下 现在他的窗户赚424万 他之前赚几万 340 340 344 又多100万了 来这边 424万 又多了快100万了 他买那种最大支 应该都知道 不用我提示你 我今天买什么股票了吧 他买最贵最贵的那一支 他都要 要勇气 他要深呼吸 你看 所以大部分人都需要 有人在旁边提点你一下 老师 但是我看到上面了 已经变成800多了 我要跟大家讲的重点 你看我跟他 有没有动 会长的股票 我也没有动 会长的股票 有没有动 没有 没有动 4电 包括他自己的4电 我都帮他看好 也没有动 我们没有换掉 你的好股票 会赚的我们不会换 对 但是你有问题的 一定要换 一定要换 一定要给他换下去 一定要 戳戳给他换掉 没错 换掉变成 又是要老梗了吗 赶快变成 各位观众 通话顺 通话顺 来得及吗 所以就是说 不好的股票 我们一定要换 但是如果是会赚钱的股票 我们也不会为了说 你变成我们的会员 我们就一定要给你换掉 我们都不要 重点是要帮你赚大钱 对 对 好 所以你看看 他抱着抱着 你看 从多少 窗户赚424万 他总共获利 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841万了 已经快要千万赢家了 千万赢家 他之前本来是多少 他再看一次 本来是赚多少 651 651 现在已经赚到841了 又多了200万 好多人的年薪 对啊 你确定是年薪吗 是月薪 我可能终其一生 没有那么夸张吧 可是我觉得一个心态 就是像我 真的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我以为 我可能终其一生 赚不到百万 但是如果你透过专业的带领 然后选对股票 分批重压 喷出暴牢 百万千万 真的不是梦想 真的他就快 我们跟你讲 我们这边已经越来越多千万 已经到达千万赢家 因为千万赢家 通常就是赚了再买 赚了再买 所以我比较难拿出来 这个对账单给大家看 我直接给大家看 未实现的 就是我还在续报 还没有出的 给大家看会比较快 所以这张股票 窗户 每天讲的黄黄 窗户一直讲 我要跟大家讲的重点就是 你看我们在这边区间震荡的时序 买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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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买进 然后一路向上来 一直转转50% 那这几天我记得你那天也来 老师你打我好了 老师你打我好了 对不起大家 我那天来的时候 你不是说什么咕噜咕噜的往下滑了 就是这个礼拜二 这个礼拜二我笑老师 说老师你那个黄黄窗户 难道是小老鼠上登台偷油吃 下不来 叫妈妈妈不来 咕噜咕噜滚下来 没有他没有滚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坚持报老 持续稳定 准备又再创新高了 所以你看我代表的是散户的心态 我看到了川湖叠一天两天 我就说没了咕噜咕噜了 但是有专业的带领 看准了他还有后续的发展 坚持下去 今天重点是我们到现在 我敢说一张都还没卖 你看刚才那个团队成员之后一张都没卖 200万300万400万一直这样穿下去 就像德宇我问你 如果你手上有档股票赚了100万你会不会想出 我会200万够了300万 涨够了400万 不可能再涨了 对所以如果你没有报下去的话 你怎么可能到400万 甚至我认为大部分人可能30万50万就已经跑了 就可能我一档股票都没有赚过那么多 对所以你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分批持续的重压 你看买870 855 1055再加码 就是分批持续的买进 你看我写给会员的讯息 哇我说什么 重压布局一张不卖奇迹真的就来了 还请会员朋友千万不要因为卷太多跑短线 我不是在跟你讲说我赚几百% 赚几百%其实坦白说了 你买个10万块200%你也没感觉 是不是我这样讲意思吧 可是你重压一张两张三张 我是一直买进一直买进 全部资金全部都压进去 大家想看你如果有100万全部压进去 你就赚55万了 200万你已经是百万赢家了 对不对 好所以你看我们这边10张838不是831 838的窗户他现在赚多少 536万 你记不记得我在给你这个会员的讯息的时候 你记得他好像本来300万 300万 400万 现在已经500了 现在536万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勇气还有另外一个层面 你除了要敢买的勇气之外 你还要敢抱得住的勇气 你看这个就抱住之后大赚536万 而且老师我觉得你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当大家开始在动摇想要卖 动摇 对 开始在你在动摇的时候 大家在动摇的时候 你记得我们有一个会员朋友 他说 其实我想卖掉某一档股票很久了 但是就是因为老师你叫我坚持 对啊 坚持 我留下来 所以下次要换唱坚持 然后我赚到了 坚持到底 阿杜吗 有这首歌 好像有 好 再来你看一下 N31涨停要不要出 当然是不用出啊 对不对 你看涨停的股票 我要跟大家讲 会涨的股票 我当然绝对不会帮大家出啊 而且我们从一路从没有1000 一直讲到现在 哇 他已经是千金俱乐部 快要2000了 有够狂的 对不对 再来还有一档很重要的 我昨天唱 我昨天唱的不好 你跟我唱好了 当所有的人 离开尾影的时候 我劝你要安静从容 似乎知道你有一个 永不安静的心 容易 好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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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结束 结束 卡 当所有的人 结束 尾影 我们来看一下尾影 尾影 尾影 跌的时候 我赶快跟大家分享 2月27号下跌 我还是照样跟大家分享 我说下影线出现了 要留意 为什么 因为这个底部的缺口 我记得那天你好像也在 我在啊 我还跟你讲说 下影线代表有买盘进去低接啊 对 好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我差不多就开始布局了 然后隔一天 涨停 涨停 大家看到 就是2月29号 涨停第一天 涨停第一天 我不知道可能又很多 啊终于解套了 赶快先走吧 赶快先走吧 当所有的人 好够了 帅 好啦 你唱歌很好听 没事没事 你唱歌很好听 我们下次还是开放 call in 如果想要call in的 赶快在下面 在下面留言哦 你说你想要打电话进来 你不要让我说 开放了call in 结果都没有人 哈哈哈哈 我只好叫我妈打电话进来 我叫我妹打电话进来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尾影的部分 是不是又再创新高 是 所以你抱不住 你赚得到这个跳空缺口吗 赚不到 赚不到 你看我们一直在恭喜啊 恭喜惠仁啊 涨停我们都不出啊 不出啊 有没有 今天3月1号继续啊 坚持不出逢低不举 今天是大涨7% 对不对 对 这就是 重点就是在于哪 你投资股票 你一定要有勇气 所以我们今天的百万 人家特训班才是什么 唱歌 我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有勇气 对 但有一些勇气 在盘中 你看到股价当下 是有点难的啦 是啊 所以我知道啦 大家都会有这个问题啊 好 那如果说有这个问题 记得啊 怎么办呢 加我们的line 小老鼠GT1788 我每天都有在写 就是盘前啊 盘中盘后之类 今天盘前 因为有点太忙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我没写 但是我们的撰报 我不会停的 每周月会出刊的 那我们的撰报部分 其实已经预测了 这一周 所有的行情 我都已经预测 而且都是精准命中 对 好 再来我们回到大盘看一下 大盘其实说真的也没什么好讲的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你看两个跳空缺口 第一个跳空缺口是 新春开红盘这个跳空缺口 大概是在18500到18500点 这个缺口 再来第二个缺口是小小缺口 大概是在18750点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缺口 大家会发现 这个缺口完全都没有碰到 就代表说这个支撑 很强 很强 缺口一波比一波越电越高 这就是底部越电越高的意思 所以从技术形态上来看 加全股价指数 它还没涨完 还有机会继续向上涨 大家不要担心 不要觉得 万九了 怎么 一上去就站不住 一上去就脚软 现在就是在洗愁 如果你被洗掉的话 我跟你讲 涨上去你一定会后悔 老师我们要做那个手势吗 什么手势 你不是要唱吗 嘟嘟嘟嘟 我只会唱嘟嘟嘟这样子啊 嘟嘟嘟嘟 这是黄菲的歌啊 对不对 我们不太会唱歌的 那些少唱好了 刚说有的人 好 你唱歌很好听啊 对不起 没事没事 台积电的部分 你看我也跟大家分享了 台积电这个缺口 守得蛮稳的 他只要完全没有填补的感觉 他就是在缺口上缘 正啊正啊就在洗筹码而已 不用太担心 再我也跟大家讲 我们的育业 我们台股有金枝育业 只要金枝育业没有事情 台股就会继续向上涨 今天的育业就是四星 他又喷出去了 跳空上涨 你看那两根红K 差不多一根掌停板了 差不多一根掌停板了 我们的撰报 是不是提前跟大家分享了 2月25号周末撰报 周末愉愉快 我最后中间不用看 你最后看下面嘛 下周四要公布PC1 还有228要放假 廉价之前会有卖压 但是多头趋势不变 震荡可以怎样 进场去买一点 好再来 除了大盘 我也会跟大家讲个股 个股的部分 我跟大家讲缺电概念股 为什么我看缺电 那个台电不是要涨价 电价听说要不分什么类别 通通要涨 无差别全涨 对 无差别全涨 什么工业用电 什么住宅用电 通通要涨 所以我们就会帮大家看上缺电这一块 也是提前跟大家分享的 又是领先市场提前布局 对不对 花城 亚力 中心电 对不对 还有哪一档 大同 连大同我都跟大家分享 大同 大同 火火好 火火好 对啊 大同 产品最可靠 我觉得你真的一开赏 也是唱不完 下次再约KTV好了 下次真的可以来个call in节目 对 由你来主持 来接近大家 来来来我们下一首歌是什么 来我们那个来自于那个林口的林先生 包容我们点播的是勇气 好 我以为你要说来自于金山的景万坛 金先生 我给你讲啦 你在台北股市喔 如果没有专业的贷 你真的会看到一根一根涨 喷出去的股票景万坛 真的就万坛了 但是如果你有专业的贷 跟着我们一起锁定标的 然后利用震荡分批布局重压 喷出暴牢的话 你也感觉真好谈 好 所以再来我们刚讲的华晨 亚力中心店之外 还有大同也跟大家分享 还有四季刚上尾 升威能源跟宏德能源 来我们一挡挡看 快速看因为时间不太够 你看华晨是不是涨 对 亚力 喷了 他就做喷了 昨天涨 您今天再创新高中心店 今天就算是开黑又如何 昨天已经涨停了 今天是再创新高 你只要不要追高 在我们开转爆之前 星期一星期二进场买 你统统都是转 大同大同 喷出去 这也叫做喷了吧 四季刚刚就算他震荡震荡 他也没有 持续守在高档 对啊 也是慢慢的垫高 对吧 也是转啊 上尾今天也是开发走地又如何 我不是说星期一星期二 震荡进场买进吗 谁叫你追高的 没有吧 在升威能源也是一样 星期一星期二进场 你也是照样 赚吧 我根本闭着眼睛都赚 我们的红灯能源也是哦 对啊 好 所以你看我们讲了这么多档能源股 胜率100% 好 所以我们的赖真的非常重要 小老鼠GD1788 赶快加起来 还有我们 除了就是每周的周报之外 我们不定期还分享一些重要的产业地图 或者是产业资讯 比如说 AI暴力地图 那时候跟大家讲的军华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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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停又再创新高 今天大涨几% 哇今天还在大涨5% 5根涨停之后 还有一个5% 又够强了 好再来 我后来又跟大家分享了台积电 供应八精英 TG8 TG8 所以你只要加入我们的LINE 你直接回复我 TG8 G8 不要谐音哦 不要用错谐音哦 会变成 我们会告诉你哪里可以买到几把 好 所以我们公开的汉糖阳机工程跟达姓材料 说真的 现在还是全面赚的哦 你看汉糖在创新高 阳机工程也是持续上涨 达姓材料也是啊 这已经叫做喷出了吧 这已经叫做喷出了吧 好 这其中还有好几档股票 他还没喷 我认为是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 所以你还不知道 还有哪五档的 赶快去看一下 有哪些股票 GD1788小老鼠GD1788加入之后帮我们输入TG8 把这一份台积电供应的八精英把它带回家 好对 再来呢 如果说还没加入的这边也可以看一下 再来 我们要跟大家讲 唯有百万赢家才能创造百万赢家 我要再臭屁吗 可以啦老师 说一下 其实我不是那么想 我今天想跟他讲一个重点 什么重点就是 搓牌吗 老梗 搓牌老梗 没有在老梗了啦 来我跟大家看一下 来 是 这边 这副牌 你看一下 这副牌 KQJ10 10嘛 10嘛 对 几张牌 5张 5张牌 我问你哦 德宇 那个 我们要拿H的话 对 一副复刻牌 有几张H 4张 4张H 对 所以我只要把这副牌 拿掉一张 想尽办法 让他变成 4张H 不可能啦 一副牌 52张 2张 3张 4张 5张 对不对 5张牌哦 嗯 好我们来跳 1 2 3 我跳掉1张 等一下 老师你跳掉那张给我 不行 你没有看过灵魂大师吗 不是你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不行 你没有看过灵魂大师吗 哦 这是那个啊 他去那个符伦社 有两个人上去 噓 秘密 好 所以重点是 现在 已经跳掉一张了 五张牌 我帮你换了一张之后 然后再帮你戳戳戳 换换换 有可能吗 然后呢 就会变成 各位观众 4张H 怎么可能 真的是4张H 刚刚不是 KQJ 10吗 4张H 没错吧 好啦 好像不是很有效果 不是 可是我 我也是努力的练习 不要这样嘛 不是 我跟你们讲 我刚刚真的在旁边 从头看到 他没有换牌 老师没有换牌 对啊 他就是这样子 1 2 3 4 大家有看到剪接吗 没有啊 没有剪接 我们一戳到底啊 好一戳到底 我们现在重点不是 不是 重点是 我们怎么把我们手上的股票 换成 4张H 买的有点深 老师怎么怎么换 好我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看 就是产业 还有看基本面 嗯 还有看技术面 就是面面巨道嘛 好像是废话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怎么换给大家看 好 来我用我自己 自身的例子 我换给你看 这是你的那个 这是我之前 一开始我付委托账户 我只有几张 1 2 3 4档股票 你知道这里头 有档股票 我一直看它很顺眼 呃 它叫做 Apple 哦 Apple 然后我呢 你会发现我后来呢 我一开始 Po我这个对账单 赚2万2的时候 你会发现哦 后来有一点点 巧巧的不一样 Apple 它不见了 他变了 他变了 Apple 他变了 Amazon了 为什么 因为Apple 它就是走势不太行 他就是有利多不涨的情况发生 我跟大家讲 他有什么利多不涨 他是不是在2月份的时候 发布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 嗯 Vision Pro 就是那个 代表什么 对 理论上新产品推出来 大家应该会有个期待感 但你会发现 这个利多 完全没有办法带苹果的股价 向上冲 所以股价是往下的 好 对 股价是往下的 你会发现 我什么时候卖掉 我在2月8号把它卖出 我第一个是看利多不涨 明明就有利多 他涨不太起来 你看这样 这样子涨不太起来 涨不太起来 KD指标 搭配一下 叫好久 好久没有拿出来跟大家讲 是不是 KD高 股价 有没有 比前波高点更高 没有 KD高股价 没有比前波高点更高 那当然要赶快给他卖掉 好 所以呢 你看一下 我卖掉 2月8号我卖掉苹果之后 那时候股价大概是多少 188块 我卖完之后 他一路往下跌 跌到180 是不是卖对了 对 那我卖对之后呢 你看哦 我卖掉的股票 我换哪一档 我刚刚讲我换 Amazon Amazon 一样我在2月8号买进之后 他虽然说震荡一下 但是你会发现 昨天他收盘价又再收新高了 上去了 对 一上一下 你知道差多少吗 嗯 你知道换股的效益就好像抢篮板球一样吗 一幕花道抢一个篮板球是值4分耶 因为你先防守了2分嘛 对 那你又帮队友有机会创造2分 助攻 对所以你一个篮板球是值4分 那同样的你换对股票1%是抵2%耶 因为你一边是下跌1% 你一边如果涨1%的话 2%喔 这样子是赚2%的意思耶 因为你避掉了下跌的1% 你又多赚了上涨1% 换股成功是赚2% 所以换对股票真的非常重要 你看我们换对股票之后 我自己本身啊 你看我也是提出证明啊 我是不是在2月8号的时候 卖出Apple 买进Amazon 对不对 没有错吧 2月8号 你看我真的就是拿出对账单来 我就是想要跟大家讲 真实的操作 而不是每天在跟你讲 喔哪一档股票很强 哪一档股票很强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最重要的都是真实操作 如何在股票市场上赚百万 好我刚刚那样的操作 我用同样的方式 带我的会员做台股 我自己不能做嘛 对好 所以我只是跟大家讲 一样的方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团队成员 第一个重点 来今天为什么要唱歌 他一直跟我讲说 来这边你帮我念一下 感觉鼎哥继续 我觉得他因为打错字 感谢鼎哥继续坚持 对也就是说我每天 你看我就是每天跟我会员 要坚持坚持坚持 然后再来你再念一下 你看一下 这边 真的还好有鼎哥的鼓励 才得以撑下去 散户的心态 一个人真的很难跨过 好所以重点就在这边了 很多人抱不住股票 又换不对股票 那股票账户就是 你看他的那个 获利啊 他的损益啊 可能就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跌不停 一直跌不停 好所以我就带他换股票操作之后 重压在区间震荡的时候 一直在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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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档股票 等一下跟大家讲是哪一档股票 好 你看我们一直买一直买 买完之后呢 他跟我讲什么 停损10万都回来了 他停损了10万都回来了 我刚才讲说 如果你早点加入的话 可能都已经是百万赢家了 但是他讲这句话 我觉得真的要送给所有的好朋友 现在相遇一切都不嫌晚 方向对了 成功只是早晚 对没错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对账单 他的对账单 现在他传给我 他今天传给我这一档 这一档我们看一下 他本来有几档股票你知道吗 老师我算不出来 可是这是他本来的状况 这是他本来的状况 我只知道绿多红少 现在真的很多人来找我 我看到大部分的状况 都是像这样类似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不要管他绿多红少 还是怎样 你光是看这个档数 你要数吗 这有没有30档以上 有哦 你要不要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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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够多的吧 超过30档了 真的 好 所以你要再次见证我们的奇迹 这么多档我都数不清了 我帮他慢慢换 一直换换换换过去 最后只剩下两档股票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只剩下两档股票 其中一档股票 他叫做什么 神机 今天涨停的是谁 被遗忘的AI 就是神机 你看他光是神机就赚多少 51万 51万 当然我们刚刚有稍微就是布一些其他股票 目前来讲还是怎样 小小的亏损 那又如何 他整体他本来是赔的 他本来都是赔钱的 他就算停损之后 他现在已经全部都赚钱了 而且本来一天看到股票这样滑滑滑滑滑滑滑 他光是滑完可能就收盘了 滑完都收盘了 现在只有两档 哇好干净好轻松 他这档不就是我们被遗忘的AI吗 我记得老师那时候在分享的时候 他其实还没喷 老师讲说快压不住了 对快压不住了 对不对 那是不是再次证明 我一直跟大家讲 区间震荡区间震荡 你就是布局布局 这布局再布局 你本来不太行的股票 我就帮你换过去 不太行的股票换过去 不太行的股票换过去 变成重压存机之后 喷出坚持续报 你做得到吗 负数变成赚钱 赚得到吗 做得到吗 对不对 这是大部分人我想 可能赶快赶快先出一些 他也讲了 我觉得很实在 就是散户的心态 没有人帮助 没有专业的代理 很难划过 对所以你看持续的涨嘛 涨了以后呢 最近在震荡 撑得住吗 撑得住啊 最近震荡我们是撑得住啊 但是如果你是追高 追在120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难熬 你买的成本是在120 结果他在110到121之间 还呀还呀还 你一家赚钱 一家赔钱 一家赚钱 一家赔钱 得于出不出 出啊 小赚一点我先出好了 小赚一点出了以后 他就慢慢慢慢 再又给你涨上去 慢慢涨上去 今天第二根涨停 第二根涨停了 我会觉得很多投资朋友 其实你不是选股票的问题 你知道吗 是你能不能够喷出爆炷 或者是他跌下来 有震荡的时候 你不被洗掉 对 好 当然第一步也蛮重要 你买太多档也没有用啦 对啦 你够不够啦 真的照顾不来 对啊 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讲 看我们神机就是一个很经典 很明显的代表 我们在这边区间震荡的时候 持续布局 重压 喷出 我就不买了啦 然后把他爆炉 爆炉这边怀呀怀疑 很担心很害怕 我们怎么爆都是赚钱 赚钱之后 今天又再涨一根涨停板 哇 赚更多 不是很开心吗 对啊 你看我们当然也是帮大家看了基本面 每一月的营收持续的再创新高 每一股营与持续的再创新高 有没有较劲 一直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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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够多较劲的记录了吧 对你看 现在很多投资朋友 这都是经典的范例 虽然说刚刚那个团队成员 还没有赚百万 但是他已经五十万了嘛 已经慢慢朝百万的目标迈进了 我觉得 人生要有目标 投资也要有目标 你不要投资就漫无目定 我今天就追个重电 今天重电墙我追个重电 今天AI墙我追个AI 我告诉大家 你最后会很多很多股票 因为你就是有赚钱你就出 你没赚钱就留 最后最后你留下来 全部都是赔钱的 你都不会赚钱 所以做股票有时候不能吃苏喜 对 为什么 问岛游王 就是人家讲什么 沾一下 人家讲什么沾一下 结果都没赚到 又忙得要死 忙得要死 你看 我们在一月的范例又来了 23档 1月6号本来23档 你看他也是一个经典经典的范例 本来 这么多档股票 我慢慢换成 几乎都是技嘉广达尾创 然后他就百万人家了 360几万了 360几万是之前 之前赚了 现在不止了 我有获利了一些广达 因为我那时候跟他讲说 三档股票我们留技嘉 因为他以技嘉为主 我当然是留技嘉 好留技嘉之后 他部分资金 我广达我出了以后 我换了 神机 你看他本来是几档股票 23档股票 亏多少 18万 亏18万 23档股票亏18万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他现在股票有多么的干净 哇 开心 全部都红字 台积电 技嘉 联发科赚不赚 赚嘛 还有神机 赚不赚 赚嘛 元太我有没有把它乱出 没有啊 元太持续喷出嘛 元太现在也出新冠了 好对 现在是获利多少 同一个人吧 看得出来是同一个样子吧 现在是385万 哎 385万 再加上我之前给他获利了结的一些的 其实已经超过400万了 4500万了 对 对啊 好不好 再来神机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位神机 我想跟大家证明的是什么 看一下 2月19号 我公开这位团队成员以后 他跟我回他的目前持股 你可以看他都都有变 等一下大家看一下 他那时候神机130张 他赚150万 第一根涨停板 第一根涨停板之后 2月19号的时候 对 好再来今天我们看一下 哎 他今天跟我回报的哦 今天跟我回报130张 你告诉我 有没有改变 没有 还是130张 对不对 而且106.5元30张 111块100张 通通没有变 对都没变嘛 再验证一次 是不是都没变 对 完全都没变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都没变的话 我们再算一次他获利多少 273了耶 273万了 273万 我还不包含什么 我帮他什么 我有帮他规划 做一些零发科 还有我们的空空啊 对那其他的大家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 对不对 好所以你看 他不就又是百万赢家了吗 我告诉大家 他根本就已经 差不多千万 他已经朝向千万了 再 我们昨天 跟大家公开 这第一个 就是第五个 就是因为 联发科窗户 赚百万的 这位团队成员 第五位 一样 我没有出啊 今天台股下跌又如何 你看一下他昨天 我公布的时候是赚多少钱 103万 今天 今天台股跌他赚120万 赚更多 对赚更多 差一天赚更多 有没有 你看大家就是每天忙忙碌碌 每天啊 我要那一根涨停 我要这一根涨停 你赚来赚去 你有赚十几万吗 一天赚17万 一天赚17万 103 昨天是103万 你这样求来求去 你有求来求去有赚17万吗 你每天忙忙碌碌的追涨停 你有赚17万吗 17万差不多是很多上班族 我没动啊 大家看一下 这边 这都没有动哦 都没有动哦 对 川湖 联发科 伟创 伟影 伟影 川湖 联发科 伟创 伟影 都没有动 103万变成120万 是不是百万赢家 恭喜 而且越赚越多 所以百万赢家 是真的可行的 你只要做到什么 选对股票 分批重压 喷出 暴揉 只要你能做成这三点 我相信你也可以成为百万赢家 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 你的梦想 我帮你实现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选对股 不知道怎么样分批重压 喷出又暴不牢 我跟你讲 小老鼠GD1788 找这一位专家 对没错 你看我们已经实现了 很多人的百万赢家梦想 我自己本人 好 你看这些都是百万赢家 百万赢家 我都已经快拉不完了 一直 这都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我们的人数真的是 因为我们俱乐部啦 对我们滑都滑不完 我快要用滑足这样 咕噜咕噜滑过去 好所以我最后想跟大家讲一个重点 刚不是跟大家提到了 投资股票 买在利多巴布之前 3月18号 灰达的AI盛会 就在3月18号 你不要觉得很久 只剩10个交易日 你这10个交易日 如果你越早进来 买的越多越低 你到时候会赚的更多 所以欢迎大家 一定要在3月18号之前 建议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 进场重压AI相关的股票 那么怎么样跟上GD老师 重压布局AI 大赚百万的脚步呢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您可以输入这个ID 或者是扫描 萤幕上头的QR Code 当然也欢迎您直接利用 我们免付费的专线电话 0800668085 0800668085 赶快跟上GD老师 大赚百万 甚至是不断的增加 不断的增加 我们滚雪球 千万不是梦想 这样的一个获利倍增的脚步 邀请您一起站起来 也谢谢我们的老梗GD老师 谢谢老师 周末愉快 拜拜 无论是好股还是快股 找到好买点 欧师表股 我是何GD 超过20年的投资经验 专门研究转折买卖点 从投资分析 选股 到操盘策略 帮你培养财经软实力 掌握赢家思维 投资要获利 记得 订阅 分享 并加我的 LINE AT 本公司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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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IL